星光叛讀,找完凶,追究到底,作者微塵 在韩国举行的亚洲篮球七人国际赛事竟然丑出国际 就在香港队出赛的时候,主办单位竟然将荣光 当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公开播出,全国哗言 这是一个不可以原谅的行为,我们必须追究责任及惩罚少使者 暂时确定香港的代表队已经向主办单位交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碟 出错就要找出精杰所在 有关单位即时在现场作出抗议,国家层面亦已书面向韩国质询 虽然有关方面现场道歉,但这样的补救方法显然不足够 我们必须查找原空并撤查责任 现时香港篮球总会的CEO Sime Robby,他曾在警队工作十多年 因为他的背景,所以也会清楚明白责任上的问题 所谓低级的错误也不能含糊了事 暂时消息指清是韩国一名低级职员所犯的错误 尽管不者认为这的可能性并不高 不管如何,整个犯错过程都要公诛于世,开诚报功 参加过或主办过国际赛事的组织一定知道会有预演 正因为我们的祖国以及港澳地区已经参加过不少的国际体育活动 我们的五星红旗亦不断在国际运动场地掩掩升起 因此,韩国主办单位所干犯的错误是极低级的错误 推毁于一个低级职员,也不应该成立 正常地假设这个错误是集体犯错或集体串谋行动的结果 若是后者就是挑战国家权威及煽动民族仇恨的阴谋 可以肯定地说,参与者是支持黑暴的同一女人 假如有人明知故犯,惩罚也要更加严重 出错就要付出代价 没有代价地继续出错就是荒谬,难道要向前朝学习大和解吗? 这刻绝对不可能和解,我们充满愤怒 我们希望国家部门向韩国正式质询 要求交出整个出错的过程及调查报告 以及录影及书面证据 同时也要找出香港队内到底有没有吃女爬爱的叛徒 到底谁人要负想传责 假如调查结果指向篮球代表队及他们的民职人员 篮球总会就要负想传责 若真的到了这个地步 香港政府就要收回大球场奥运大流来香港篮球总会的办公室 再减低支撞压 甚至追究参与者的刑事责任 根据我们国家的刑事法 任何华裔人士在全世界各地所犯下的刑事责任都可以在国内接受审讯 因此如果调查发现 换国国不是恶作剧 而是赤裸裸的叛国行为 我们绝不能和欺泥 我们的特首可有这种豪情壮子? 对于这种错误如果仍然没有代价 就是姑息与中容 这辈人真的要好好学习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报频道 按下这个小小小钟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